尽量我们在一次性的这一行的范围之内加至140针 然后换线啊 加针的时候就换线给它织什么 织星星针啊 星星针就一针正一针反 每行都交替啊 可以行 这行 这行是这样 第二行给它错开 又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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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 好了 这140针我们用的是霉红色的这个线啊 想要纸多高呢 你用给它 这一部分啊 光这一部分 我们现在上海用给它织了20厘米 给大家看一下 18厘米 sorry 18厘米啊 从这儿到这儿 就是说我们换线了以后啊 哎呀 怎么还看不见呢 我们换线之后啊 从这位置一直到腋下的地方 总长度我们织18厘米 环形的织啊 一直在织的什么 星性针 织完这18厘米之后 我们就要将前后片做一个调整了 前后各分70针 然后我们在腋下开始怎样了 减针啊 腋下怎样的一个减针规律呢 首先来说 我们要在腋下这儿减一个4针 一侧减4针 那这一侧呢 也是啊 减4针 前后各减4针 加在一起就是一共减了 8针啊 然后这边也是这样的 连前再后各减4针 一共减了8针 减完这8针之后 你看 斜着的位置它依然在 看 这位置依然在上 斜着在行走啊 也就是说这位置 还是通过减针了的 看 我们要隔一行减一针 减6次 这边减6次 这边减6次 后背片也是这样的啊 看 另外一侧也是这样 好 减完了之后 我们要怎样 要将你剩下的针数 继续往反向上值啊 特别是后背 由于我们传统意义上 都是先知的后背的部分 对不对 好 我们将整个的后背片啊 剩下的针数往反向上值 值多高 18厘米 后背片从叶下 剪针的位置算起 一直到尖头 值18厘米啊 往反值 不用增减 值够18厘米之后呢 我们来到前片啊 这前片 注意 我们实际上也是 剪完这两次针之后呢 也是往反向上值的 但是 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要给大家领口 留出足够的位置来 怎样留 看 也就是从叶下 剪针位置向上算起 我们只值10厘米 就可以了啊 从叶下剪针到 到你的那个 该剪领口的位置啊 支10厘米就好了 支完10厘米之后 我们要在这位置 给它剪针了 怎样剪 首先 取领口的正中间的位置啊 给它啊 剪去时针 这时针实际上是可以平流的啊 可以平流的啊 一会儿方便 又和这一部位 这个位置结合啊 好 这个时针剪完了之后 我们要在斜的位置 继续剪针啊 每两行剪 三针剪一次 每两行剪 两针剪一次 每两行剪 一针剪两次 好了 剪完之后 另外一侧 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剪针啊 看 剪完之后 前后尖头 当你的前片和后背片一样高 都18厘米高之后 你要取前片剩下的针数 如果前片剩了10针 好了 后片也取10针 前后尖头 从外侧向内侧啊 织缝上 明白了吗 松紧要适度啊 别太紧了 织缝上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下一个环节了 什么领子 对我知道 调领子往上支呗 才不对呢 由于领子的部分 它采用的是曼陀罗的花纹 所以你仔细看 领子是另线起针 后支的 然后跟这个位置相 结合在一起 明白了吗 好 领子的部分啊 总体 我们一共给它 起多少针呢 162针 整个领子啊 一共给它 起了162针 然后我们将这162针 支三层曼陀罗针 支完之后 你剩下的这个针数啊 在这个位置 它因为你剩下的针数 已经很少了 不足以达到一个领口的位置啊 所以你要在这一行的范围内 给它加至108针 记住了吗 加至108针之后 支拧针的单螺纹 支多少 支8厘米高 支完8厘米高之后 万万不要收针 如果收针前功尽弃了 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用织缝的方式 将衣服 将领子的针套部分 和这一部分啊 给它从内部织缝在一起 只有这样 它才会有 足够的弹性啊 要不然的话 你整个这些位置 穿的时候脖子勒不进去 它不进去会勒得晃 明白了吗 支风的方法很简单啊 就这边不是在针套上吗 好了 你挑上紫色的这一部分 给它支成一针 明白了吗 第二针也是支成一针 然后把后针压前针 注意 压的时候针套一定要松 非常松 要不然头进不来 明白了吗 好 领子部分完成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哪了 袖子的部分了啊 大家看 整个的袖子部分呢 它也是从哪啊 从我们的这个位置啊 起的针环形向下支的 整个袖子部分 我们一共给它起了多少针呢 我们看啊 袖子的部分 一共给它起了108针 整个108针 我们起好之后呢 也是支的这个花纹 支了三组啊 曼陀罗的花纹 支完三组之后 它剩下的针刚好 能够给它继续向上支啊 所以换线 将你剩下的针 改成这个 形形针啊 改成形形针之后 我们一边 环形向上支 一边在腋下的这个位置 加针 按照怎样的加针规律呢 我们需要每14行 加一次针 一共加5次 总针数 一共增加了10针才对 记住了吗 按照这样的方式 我们环形向上 一直支 一直支啊 支到腋下的位置 袖子的总的长度44厘米 从你起针位置算啊 到你腋下的位置 总长度44厘米 然后我们再开始 腋下的剪针啊 腋下剪针也很简洁 首先我们取腋下的 前后各四针 给它怎样 平收 平收完之后 你也就变成了往返支了啊 万万支起始针的位置 我们要给它 每两行剪一针 优剪12次 或者你理解成各一行剪一针 一共剪12次 就可以了 知道了吗 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剪各一行剪针 各一行剪针 剪够这12次之后 前后都剪完 剩下的针数平收 用这样的方法 完成另外一个袖子 当两个袖子都完成之后 比划好 哪个位置是最对称 最整齐 然后再怎样 和正身缝合在一起 千万不要先织好一个袖子就缝啊 那么你另外一个袖子 在织的过程当中就没有 惨召物了 好了 这款介绍完了 如果希望我继续留在这个平台 为您免费的 介绍这些视频教程 录制这些视频教程 一定要点一个赞 如果能够评论 就更感谢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